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 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分享熬游76集,唐凤国放松下来,身体冬得一声倒在床上, 还故意顺手将搀扶他的蔡静运和服务员一起拉倒在床上。 两个女人同时惊呼出声,服务员更是连忙挣脱,跳到地上。 蔡静运看向服务员,满脸歉意,连忙说道,对不起。 唐哥喝多了。 服务员恼火地瞪了一眼,我走了。 谢谢。 谢谢。 蔡静运客气着,连连感谢。 服务员仿佛很生气地离开。 蔡静运想起身,跳到地上去关门,结果被唐凤国拉住了。 蔡静运推开唐凤国的手,唐凤国一偏腿, 将他半压在腿下。 蔡静运不敢发声,害怕服务员听见。 服务员走出来,回身扫视,发现蔡静运没跟出来,眼珠一转,快速走到门口。 宋卡开门的同事已经离开了,他连忙将房门关闭,人却没有出去。 李坚,蔡静运听到关门声,以为服务员已经出去了,彻底放心。 唐哥,你不要装醉了。 哈哈,哈哈。 唐凤国大笑,刚刚我吃那个服务员的豆腐,你有没有吃醋呢? 蔡静运心中不爽,脸上却是魅惑风情,你真坏。 我就行动证明有没有吃醋好咯。 他的一双手已经落在唐凤国的身上。 唐凤国自然明白要做什么,哈哈一笑,哥就喜欢你这样懂事的女人。 唐哥,我还会更懂事呢。 蔡静运嘴里说着,一双手已经双双在唐凤国和他自己的衣服扣上洞了起来。 唐凤国健壮,心中更爽,这就是现实版的婊子啊。 想到自己刚刚当面占服务员的便宜,蔡静运都不敢生气,唐凤国非常有成就感,猛的一个翻身,将蔡静运的脑袋往下面一推。 蔡静运立即明白唐凤国的想法,秀发轻轻挽起,低下头,嘴巴凑近。 房间内,两个人的温度骤然提高,画面越来越激烈。 他们太忘情了,根本不知道,服务员就在卧室门口,偷偷拍摄下了的全部过程。 最后,两个人战斗结束,服务员感觉自己都口干舌燥,全身燥热,他忍住内心的凌乱,趁俩人洗澡,偷偷地溜出套房。 唐凤国和蔡静运得意忘形,全然不知道,他们的事情全都被拍了,马上就会落入人眼。 服务员悄悄走出来,擦拭一下额头汗水,深呼吸两次,平复心情,给傅飞鸣打电话。 你好。 电话接通,傅飞鸣客气说道。 傅懂吗? 服务员有些后怕,紧张地问道。 是我。 完事了。 江南水运楼下停车场,傅飞鸣坐在车内,看向酒店方向问道。 完事了。 我怎么送给您? 服务员小心地问道,心中暗想,还会得到一打钱吗? 我在楼下停车场,车牌号时,傅飞鸣告诉服务员。 三分钟不到,服务员来到楼下,看到傅飞鸣说的车牌号是一辆奔驰大G,心中泛起艳线,快步走过来。 傅飞鸣打开副驾驶车门。 服务员上车,小心地看向傅飞鸣。 傅懂? 我把那群人在餐厅包间吃饭。 还有其中两个人在豪华套房开房的特殊过程都录像了。 开房。 傅飞鸣核实,额头青筋已经抱起,脸色铁青。 服务员顿觉有些害怕,小心地点头看向傅飞鸣,主动打开手机,点开录像,跳跃播放。 傅飞鸣一眼看到床上放浪下见的妻子蔡敬韵。 心瞬间就像是被捅了一刀,心脏炸裂一般疼,她不禁捂住胸口,差点窒息过去。 愤怒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想到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的幸福和美好。 想到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的海市山盟,想到两个人爱情见证的孩子,都碎了,都像个笑话嘲讽着她。 傅飞鸣突然感觉,过去的人生都是一场梦。 砰! 拳头重重地砸在方向盘上,见人。 服务员吓得一哆嗦。 傅飞鸣意识到自己失态。 立即觉醒,抬头看向服务员,我答应你的好处,自己提吧。 服务员知道这件事闹大发了,一看就是三脚关系啊,歪打正着,自己的运气真不错。 他担心自己受到牵连,想一锤子买卖一刀两断,试探着说道,我不去您的公司上班。 傅董,我缺钱,您再给我五万块钱行吗? 我给你十万。 傅飞鸣当即答道。 服务员愣住,不敢相信。 我将这些录像导出来,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安全起见,你拿钱离开吧。 傅飞鸣说完,启动车子。 一小时后,这位服务员带着十万块钱离开了丰河市,投奔异地城市的男友。 他手里的录像都给了傅飞鸣,扇得干干净净。 傅飞鸣对着录像一连看了三遍,看得心如刀割,仿若身心破碎。 最后,他拿起电话,拨通母亲的号码。 很快,另一端传来母亲和蔼的声音,小明,怎么还没休息? 妈,你带孩子明天来封河市。 傅飞鸣鼻子一酸,忍着说道。 为啥?母亲一问,我要和蔡靖运离婚。 傅飞鸣说得非常平静。 另一边,母亲沉默了,并没有说反对的话。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是吧? 傅飞鸣瞬间明白了,询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母亲询问。 我看到了。 傅飞鸣回应。 儿子,母亲声音一梗。 妈之所以不说,不是存心瞒你。 妈不想亲手拆了你的家,希望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老太太泪如雨下。 我像狗一样,在外面打拼五年,早就没有家了。 何必再忍呢? 傅飞鸣也哭了。 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妈同意。 母亲擦一把眼泪,将第一次来蔡靖运这里, 收拾卫生,发现男人用过的防范套, 讲述了一遍。 老太太甚至告诉傅飞鸣,口说无凭,那东西他还留着呢。 傅飞鸣看了一眼面前的录像,那个证据已经不需要了。 不用了吗? 扔了吧。 我有证据,明天我让人接你们过来。 我听你的。 母亲同意。 傅飞鸣挂断电话,沉默片刻,找到丰都县招商局电话。 现在已经是半夜九点多钟,像这种电话,一般不会有人接听。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拨了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通,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清澈甜美的声音。 你好,我是丰都县招商局局长赵雪沛。 傅飞鸣听到是局长亲自接听电话,顿时一愣。 赵雪沛没有听到回应,又自我介绍了一遍。 赵局长,真是敬业,我非常钦佩。 傅飞鸣发自内心地说道。 赵雪沛,你是。 我是明飞畜牧集团董事长傅飞鸣,一个丰都县在外创业的人。 我打算回老家丰都县投资一千万。 傅飞鸣自我介绍说道。 明飞畜牧集团,赵雪沛了解过,却有其事。 真的吗?太好了。 欢迎!欢迎! 赵雪沛一下站了起来,喜出望外。 我有个条件。 傅飞鸣接着说道。 我希望,我的妻子,丰都县扶贫办的蔡敬运, 以及丰都县常委一级的领导, 能一起参加首次投资洽谈会。 傅飞鸣说道。 赵雪沛听到这个要求,倒是松口气, 面子问题很好办,笑着问道。 真没想到,蔡敬运同志竟是傅董的妻子。 傅飞鸣听到妻子两个字,心如刀割, 仿若低血,忍下说道。 是的。 你的两个要求,我代表招商局初步答应, 其他人员我现在就汇报, 确定后我马上给你回话。 赵雪沛倒是很爽快。 好。 傅飞鸣更是爽快,接着说道。 若是可以,明天中午11点, 我们在丰河市的江南水运酒店, 现场召开洽谈会。 所有会务安排, 都有我们明飞畜牧集团负责。 赵雪沛文听非常震惊, 通常这种洽谈会, 都是由他们招商一方组织, 求着人家来投资。 没想到对方如此主动, 时间还这么急迫, 看来这里面有人家的惊喜啊。 赵雪沛更加热情, 会议的事情我们来组织, 副董肯为家乡投资。 我代表招商局, 非常感激。 赵局长能在深夜接听这个电话, 肯定是办公电话转接到了自己手机上, 就冲着您的敬业精神, 家乡振兴有望。 我真心愿意回乡投资, 会议是这些小事, 就算地主之意, 你们不用费心了。 傅飞鸣说得非常坦率。 行, 来日方长, 初次打交道, 非常感谢傅董的诚意。 我就不与傅董纠结这些细节, 我现在立刻逐级申请汇报, 尽快给你回复。 赵雪佩非常果断。 我等赵局长电话。 行, 两个人挂断电话。 赵雪佩犹豫片刻, 没有打给陆宇, 直接给杨永江打电话。 最近两天, 杨永江回自己分的房子去住了, 澳海兰亭的33号别墅烧毁, 他现在唯恐爆雷, 正夹着尾巴做人。 5。 手机突然响起, 迷迷糊糊要睡觉的杨永江, 吓得一机灵, 就像听到追魂曲一样。 连忙坐起来, 看向手机, 发现是赵雪佩的电话, 长出一口气, 面色不悦, 赵局长, 这么晚打电话。 什么事? 杨县长, 我刚刚接到明飞畜牧集团董事长傅飞明的电话, 他准备回乡投资1000万, 准备明天在丰河市江南水运酒店与我们洽谈投资。 赵雪佩连忙介绍道, 投资? 1000万。 杨永江一个机灵坐起来, 心中恼火地翻江倒海, 就不能早一天吗? 怎么陆宇刚刚负责, 他就回来投资? 要是早一天, 这可是自己的政绩啊。 他说是1000万。 赵雪佩听到回应后, 接着说道, 不过, 傅董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杨永江忙问。 杨永江心中已经在猜想, 肯定就是要政策, 要扶持。 他爱人叫蔡静运, 在丰都县扶贫办工作。 他希望他爱人和丰都县常委一级的领导, 一起参加这次投资洽谈会。 赵雪佩说道, 这, 就这个要求。 杨永江闻听, 惊讶何时? 是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赵雪佩说道, 杨永江脑子里电光火时, 瞬间想起蔡静运正在省委党校培训, 还有培训之前被王培助打压, 免了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现在人家老公要在丰和试谈投资, 点名要让老婆参加, 这无疑是给蔡静运撑腰, 无疑是打脸陆宇和王培助啊。 想到这里, 杨永江全身清爽。 杨永江甚至觉得陆宇最好也去, 让他当面难堪, 当面打脸。 不过, 转眼想到那一千万的投资, 天大的政绩啊, 又不想让陆宇减便宜。 赵局长等我电话, 我现在就向你书记汇报, 请你书记批示。 杨永江说道, 辛苦杨县长, 确定后请通知我, 我给傅董回电话, 他也在等答复。 好的。 杨永江挂断电话, 思考片刻, 拨打电话。 霓虹超还在办公室加班, 接到杨永江的电话, 发现是手机号, 肯定是家里打的。 心中很不喜, 杨县长, 要休息了。 因为之前常委会的事情, 杨永江也没了刻意的恭敬, 直接说道, 不舒服, 回来了。 杨县长要注意身体, 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霓虹超故作关心说道, 没大碍, 休息一下就好。 杨永江回应很平淡, 接着说道, 我有事情要向你书记请示。 什么事? 听说事情, 霓虹超态度警觉起来。 刚刚, 招商局的赵雪佩局长给我打电话。 杨永江把情况讲述一遍。 霓虹超闻听, 也很震惊, 接着一阵欣喜, 他连忙确认地问, 对方提出的只是一个常委参加。 这么简单? 是的。 杨永江回应。 霓虹超思考 小片刻, 杨县长, 这是丰都县回乡投资的第一人, 对吧? 杨永江听到这个询问, 立刻有种不好预感, 霓虹超这事要抢正绩。 杨永江无奈, 是的。 霓虹超沉默几秒钟, 语气极为严肃地说道, 这些年, 丰都县这片土地走出去很多人, 也发展起来很多人, 要是都能够回乡投资, 对于我们丰都县, 那就是巨大的同飞推力。 是的。 杨永江机械的回应。 杨县长, 既然是回乡投资第一人, 我建议, 我们两个一起去参加会议, 这好体现出我们对丰都人回乡投资的诚挚热情, 如何? 杨永江微愣, 没想到霓虹超竟然没有独占功劳, 心情刹那间好起来, 可以。 霓虹超接着说,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务必让在外的家乡人都看到我们的诚意, 其他常委全部通过参加线上会议的模式, 全程观看这场洽谈会。 同时, 也要为蔡静运同志的后续工作做好谋划, 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喜好, 就否定一个干部。 杨永江听出, 这是对霓虹不满, 心情更好, 你书记考虑周到, 我都赞成。 两个人又商量几个细节, 约定明天一早出发。 杨永江与霓虹超通过电话, 立即给赵雪佩回话, 告知他和霓虹超一起参加。 赵雪佩没听到陆宇参加, 立即明白这是都想抢功劳, 他也没说穿, 直接表示明白。 杨永江兴奋了, 想到王培助还专门打压蔡静运, 心中暗自解气, 找到王培助的电话拨过去。 杨永江对陆宇的这个嫡系, 着实很不爽, 耐人寻味的怪笑一声说道, 王主任, 你们扶贫办真是卧火藏龙啊。 王培助一愣, 扶贫办出事了。 杨县长请指示, 王主任, 不用紧张, 没有大问题, 有个情况需要你通知一下。 杨永江知道, 王培助这是紧张了, 他也就是故意下一下, 郁闷一下王培助。 王培助闻听, 放下心, 松口气说道, 杨县长请吩咐, 通知一下你们扶贫办的办公室主任蔡静运, 明天11点, 到丰河市的江南水运酒店, 参加明飞畜牧集团与丰都县的招商洽谈会。 杨永江故意不说明原因, 只是通知要求。 更是称呼蔡静运为办公室主任, 相当于变相打脸王培助将人家撤职。 好的, 我马上通知。 王培助不敢多问, 立即答应。 杨永江反倒一愣, 有点没明白, 王培助难道是块木头疙瘩吗? 自己不提原油, 他居然不知道主动问。 他故意想等王培助问, 然后再刺激他, 显然没达到预期效果。 转而拿出一副语重心肠的领导口吻, 说, 王主任, 工作要扎扎实实, 但也不能只知道一门心思的低头干工作, 要学会抬头看看路, 看清楚周边的同志。 王培助听出杨永江这句话中, 别有深意, 想到自己是陆语提拔升迁, 杨永江早就不满, 肯定不会好心点拨自己, 但还是受教班回应道, 杨县长批评得对, 我记住了, 我不是批评你, 而是告诉你, 不要把一些同志的一点小错误, 无限放大, 当心有一天, 自己巴掌嘴都解释不清。 杨永江继续教育道, 多谢杨县长指导, 我会注意的。 王培助依旧一副虚心受教的口吻, 完全没有受到刺激。 王培助的这种不上道的口吻, 弄得杨永江彻底无语, 他索性就挑开了, 说道, 招商洽谈会, 你知道为何要让蔡静运同志过去参加吗? 不知道。 王培助如实回应, 杨永江在另一端狠狠地皱了下眉头, 心中暗骂王培助死脑刮骨, 跟陆宇一样又臭又硬, 太郁闷了, 不耐地说道, 明飞畜牧集团董事长, 名叫傅飞鸣, 是蔡静运的丈夫。 王培助瞬间恍然, 觉得十分意外, 连忙说道, 太意外了, 真是没想到。 傅董这次回来, 直接投资一千万。 这是封都县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投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杨永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 继续教训道,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习惯性陷入了对抗陆宇的状态。 王培助再次震惊, 蔡静运有不简单的老公啊, 那怎么还与别的男人乱搞? 他依旧表现得非常恭敬平静, 投资额的确不少, 我简直不敢想象。 杨永江听到这句话, 心头才觉得解气, 面色爽朗, 又教训道, 之前, 关于蔡静运办公室副主任被免职, 我也听说一些, 人家老公这次投资, 专门让他参加, 和我们常委级别的同志一起参加, 摆明了是给老婆震场子, 看来他对你的处置不太满意啊。 王培助微微皱起眉头, 眼底闪过不悦, 较真的说道, 关于蔡静运的事情, 我是根据客观实际的工作情况, 合理合法和情处理的, 处置结果, 只对是不对人, 并没有针对他的。 好了, 明天我和你书记去参加会议, 你立刻通知蔡静运。 啪的一声, 杨永江挂断了电话, 按骂, 不识叫的东西, 脸上的肌肉都气得有些变形。 杨永江将手机丢到一边, 恼火地嘟囔出声, 真是一头蠢驴。 另一边的, 王培助不明所以, 略做思考, 没有立即给蔡静运打电话, 而是打给陆宇。 陆宇正给唐娃儿辅导功课, 高考越来越近了, 功课越来越重, 必须有方法讲效率, 陆宇一有时间, 就会归类辅导。 看到王培助电话, 有点意外, 发生了什么事? 王培助想到大半夜打电话, 肯定是惊到了陆宇, 连忙说道, 没有。 有个情况, 我向陆县长汇报一下。 你说。 陆宇说道, 刚刚杨县长给我打电话, 说明飞畜牧集团要来丰都县投资一千万。 王培助暂时停顿, 等陆宇回应, 他知道陆宇分管了招商局。 有这事? 陆宇惊喜何时? 王培助再次愣住, 陆宇竟然不知道。 若是这样, 这件事恐怕别有意思了。 陆县长, 杨县长是这样说的。 王培助将刚刚杨永江的打电话说了一遍。 陆宇听完, 也是觉得这件事很微妙, 难道傅飞明是专门给蔡静运来撑腰了? 若是那样, 未免也太高看这一千万了。 想到倪洪超和杨永江都高度重视, 他不想参与其中。 王主任, 按照杨县长要求, 通知蔡静运同志, 至于扶贫办过去的事情, 只要你是按照规定合理落实管理, 谁都跳不出问题来。 好的陆县长, 我这就通知。 王培助就像吃了定心丸, 对陆宇的支持感到很温暖。 王培助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处置有问题, 蔡静运本来就是无故脱稿, 而且工作差错不断, 各种疏漏, 最重要的家庭也不顾, 自己孩子生病都找不到人, 真不明白这个女人天天忙什么。 王培助立即给蔡静运打电话。 风和事, 蔡静运与唐凤果两个人疯狂已毙, 都在疲惫地酣睡。 滴滴。 突然, 蔡静运的手机响了起来。 听到熟悉的手机铃声, 熟睡的蔡静运就是一哆嗦, 下意识地伸手去拿手机, 顿时感受到身体上的沉重压力, 手臂伸出去, 够不着手机。 自己雪白的身躯被唐凤果半压在身下, 都压得发木了, 他用力挪了两下。 唐凤果迷迷糊糊道, 谁啊? 挂了他。 你起来。 我看看。 蔡静运说完, 挪开身体, 拿到手机, 一看到王培助的名字, 顿时全身一降。 唐凤果感觉不对劲, 很是不满地问道, 谁啊? 嘘。 蔡静运没接电话, 心虚地做个噤声动作, 不自觉地低声说道, 是王培助。 妈的。 不接。 唐凤果想到自己已经是民政局局长, 不是王培助手下, 心里更是霸气, 直接抓过手机按断, 丢在一边。 老子跟你平级了。 蔡静运可没这么大胆子, 慌忙道, 唐哥, 我可在人家的手下, 得罪了他, 我工作都保不住。 回去就到我民政局来上班, 不再扶贫半受气了。 唐凤果说完, 霸气翻身, 压在蔡静运的身上。 蔡静运心花怒放, 他听说唐凤果高升, 这样极力表现, 就是想调到民政局工作。 王培助这时候来电话, 反而帮了忙, 他顺势撒娇道, 唐哥, 你真好。 那这个好不? 唐凤果又开始了。 蔡静运自然极力迎合。 两个人热火朝天, 王培助再次打来的电话铃声, 仿佛就是助兴。 最后, 王培助没有打通, 只能如实回复杨永江。 杨永江批评两句, 命令王培助一定要联系到本人, 绝不能耽误了明天的招商洽谈。 王培助暗自郁闷, 人家夫妻都在风和室, 他老公带着参加不一样吗? 非得大半夜的单位通知, 这不是打扰人家吗? 多此一举。 无奈, 王培助只能一遍遍拨打电话。 杨永江回电赵雪佩, 告知明天的安排。 赵雪佩接到通知, 立即给傅飞明回电话。 傅董, 丰都县主要领导, 对您回乡投资非常重视, 非常欢迎。 明天, 县委书记倪洪超, 县长杨永江同志, 亲自到丰和室参加洽谈, 并且只是其他常委线上参加会议, 全程观看洽谈过程。 希望大家都看到, 傅董您这个回乡投资的成功典范。 赵雪佩笑着说道, 傅飞明闻听, 心中没有丝毫高兴, 反而刀割般疼痛, 尤其想到蔡静运, 像个婊子一样, 在唐凤国的两腿之间, 自意妄为, 简直气得要吐血。 他努力地控制住情绪, 平静地说, 感谢丰都县领导的重视, 我一定认真做好投资。 谢谢你傅董, 谢谢你元首支持丰都县建设, 谢谢你的诚意。 赵雪佩盲道, 不客气。 傅飞明接着问道, 我妻子, 蔡静运能参加吗? 尊夫人正在省委党校培训, 刚刚扶贫办主任王培助同志 多次给她拨打电话, 始终没人接听。 我们这边会继续联系, 就是有点晚了, 可能会打扰她休息。 领导们一致同意, 您爱人一起参会, 要是方便, 您可以直接携夫人入场, 我们这边一定会按时到会。 赵雪佩不知道, 蔡静运此刻正与唐凤国在床上疯狂, 站在夫妻的角度, 如实说道, 夫人, 妻子, 爱人, 字字如刀, 那个婊子, 傅飞鸣闻听, 心都在滴血。 她可以肯定, 这会儿的蔡静运不堪入目, 已经不要脸到了极致。 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让她有脸了。 赵局长, 明天你过来的时候, 方便将我母亲孩子 以及我岳父岳母一起带来吗? 这样我就不用专门派人回去接一趟了。 傅飞鸣强忍心痛说道, 举手之劳, 一会儿你将地址发给我, 我安排人去接。 赵雪佩爽快答应。 感谢赵局长。 傅飞鸣由衷说道, 预祝我们明天洽谈愉快。 赵雪佩真诚说道, 一定非常愉快。 傅飞鸣挂断电话, 一拳砸向方向盘, 见人。 混蛋! 我要让你们万劫不复。 傅飞鸣彻底狠心, 打定主意, 掏出手机, 给自己秘书打电话, 只是他安排律师等参会人员, 全力准备明天的会议。 他要让蔡静韵和唐凤国两个人下地狱。 此刻, 爽得上天入地的蔡静韵和唐凤国正欲先欲死, 浑然不知达摩克利斯之箭已经悬在头顶。 此刻, 陆宇辅导完毕, 静坐宁私。 为何赵雪佩不通知自己呢? 自己已经正式分管招商局的工作, 而且, 今天赵雪佩来汇报工作, 就很奇怪。 今晚的事, 更是奇怪。 这时, 手机响起, 以为是赵雪佩, 结果是霓虹超的秘书张强, 通知明天11点, 线上参加这次招商洽谈会。 很快, 陆宇又接到黄瓶霜的电话, 询问陆宇明天去不去参加洽谈会。 他刚接到霓虹超通知, 让他同网, 做好宣传, 陆宇不开车, 去的话, 大家同乘一车。 陆宇如实表示, 自己没有接到通知, 不知道这件事。 黄瓶霜就是一愣, 没再多说, 简单几句挂断电话。 陆宇坐在座位上, 越想越觉得奇怪, 忘了回房间睡觉。 眼前这个赵雪佩, 真让他看不懂。 唐婉突然走出来, 打着哈欠, 看向陆宇, 哥, 你有心事? 陆宇连忙收回心思, 没事, 你怎么还不睡? 我, 我有个事想和你说。 唐婉的脸红红的, 看起来有些尴尬。 有事就说, 不用紧张。 陆宇笑道, 以后晚自习, 我自己回家就行, 不要再麻烦李老师和金局长了。 唐婉看向陆宇说道, 陆宇眉头一怂, 看向唐婉。 唐婉很敏感地连忙摇头, 他们对我挺好的, 也很热情地送我, 就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太麻烦他们了。 是不是金局长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 陆宇直接问道, 没, 没有。 唐婉连忙摇头, 但是脸色已经出卖了他。 陆宇瞬间明白, 是竞争公安局局长的缘故。 从金宁的角度讲, 他重视这次竞争无可厚非, 毕竟其雅如是空降来锻炼, 早晚离开。 这个局长对他没那么重要, 反倒对于金宁, 这个位置显得十分难受。 想到这, 陆宇没再多说, 反而笑了, 这件事我知道了, 周末你就在家好好复习, 明天我要去风和市,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 唐婉如释重负, 点头回了自己的房间。 陆宇心中平静, 对金宁没有任何愤怒或者责备, 在他看来, 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大浪淘杀, 剩下的才是最好的。 想通这一劫, 连赵雪佩的事情, 他都不再在意, 直接回屋去睡觉了。 第二天, 陆宇早早起床, 直接打车赶往风和市。 路上, 他接到刘鹏发来的定位, 打开就是一愣, 地点显示, 竟然是省委家属院。 陆宇暗下好奇, 让司机直接送到。 省委家属院门口下车, 陆宇正要给刘鹏打电话。 突然, 身后被人拍了一下。 陆宇连忙转头, 接着惊喜地喊出声, 柳县长。 不不, 柳书记, 身后正是柳东邦。 你小子, 喊柳县长亲切。 柳东邦感受到陆宇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真诚, 也是一脸高兴。 您怎么在这里? 陆宇和柳东邦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个人仿佛瞬间回到那段风雨同舟的岁月。 我在等你呢。 柳东邦说道。 等我。 陆宇愣住。 进去说吧。 柳东邦没有解释, 带着陆宇进了家属院。 很显然, 柳东邦对这里很熟悉, 警卫都认识他, 没有上前阻拦。 两个人一边倾诉互相惦念地记挂, 一边朝里面走去, 没有留意到齐广斌的车开出去。 齐广斌嘴角露出笑意, 心中暗道, 萧书记这是亲自接见陆宇了。 他找到女儿的电话拨过去。 另一边, 齐雅如还在忙案子, 接到父亲电话, 立即拒绝。 爸, 周末我不回家。 我看到陆宇和柳东邦进了省委家属院, 估计是去萧书记家了。 齐广斌直接说道, 我知道他去丰河市, 就是不知道去哪儿, 他没说。 齐雅如如是说道, 哦, 我明白了。 齐广斌没有多说, 他挂断电话, 看向身边的秘书, 你辛苦一下, 就在这里等陆宇, 等他出来, 带去见我。 好的齐书记。 秘书立即点头, 打开车门下车。 陆宇已经走进萧忠明的家中。 上次就是路上偶遇, 他居然被萧忠明领回家, 蹭了炖碗饭面条, 饭后还彻夜长谈, 想想真觉得不可思议。 中间是萧忠明, 右手边是刘鹏, 左手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戴着眼睛, 长相斯文, 但透着一种干练气质。 此人正是市长郭松芳, 陆宇也认得, 视频会议, 见过多次。 至于本人, 还是第一次见。 萧书记好, 郭市长好, 刘书记好。 陆宇来不及换鞋, 连连点头, 目光逐一打招呼。 进来说吧。 萧忠明招手道。 陆宇点头, 心中却在思量,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研究杨永江的问题? 陆宇和柳东邦一同进来, 两个人同坐对面的沙发上。 萧忠明看向面前的陆宇, 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 陆宇坐得辈直, 颇有点君资的样子, 无论年龄还是资历, 他都是听喝的。 对于这个萧书记, 他摸不清头脑, 估计上次聊天一个通宵, 绝对是史无前例。 此刻, 眼前又多了几位人物, 什么意思? 想不通。 随遇而安吧。 陆宇偷偷看向刘鹏, 发现他倒是最随意的。 柳东邦也像自己一样, 保持高度认真状态。 你看陆宇这小子, 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霸气伶俐吗? 倒像个乖孩子一样。 萧忠明看向一旁的郭松芳。 郭松芳一笑, 抬手扶了扶眼镜, 接言道, 在密云市, 我听得最多的就是陆宇的名字。 最想见到的也是这个陆宇同志。 可惜啊, 这个乖孩子从来不找我会报工作。 萧忠明微微汗手, 郭松芳很聪明,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他并没有明说让其前来的目的, 郭松芳一见陆宇, 就如此开口, 看起来非常了解, 很是不错。 郭市长, 我级别太低, 直接找您, 害怕过于冒失。 陆宇连忙说道。 郭松芳面带微笑, 看向萧忠明又开口道, 萧书记, 你看, 陆宇同志也会说谎了。 萧忠明点头, 郭松芳转向陆宇, 相比我, 萧书记的职务可就更高了。 言外之意, 比我高多了, 你怎么还来汇报了呢? 陆宇心中较苦, 上次偶遇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 这次来之前, 根本不知道是来萧书记家。 被动的就不提了, 只能解释眼前。 我是接到刘书记通知来的丰和市, 路上才知道地点, 门口遇见刘书记, 把我带进来的, 我真是做梦没敢想能进萧书记家门。 萧忠明听到陆宇的这个解释, 微微汗手, 对于陆宇略过上次的事情, 表示赞赏。 郭松芳听到陆宇第一次来, 心中多少有些自己的判断, 猜想萧忠明要将陆宇引荐给自己认识, 这是信任, 他内心很高兴, 充满期待。 我们现在说正事吧。 萧忠明再次开口, 众人坐直身体。 萧忠明看向陆宇, 你在丰都县已经四年多了, 大学毕业就给刘云峰做秘书, 对丰都县应该很了解, 谈谈你眼中真实的丰都县。 郭松芳等人都看向陆宇, 知道萧忠明这是在考究陆宇。 陆宇做得更直了, 他对萧忠明微微点头, 眉头微微促起, 却沉默不语, 仿佛在沉思。 萧忠明等人没有打扰, 只是喝茶, 等待陆宇思考。 过了约有一分钟, 陆宇看向萧忠明开口说道, 萧书记, 若是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奇怪。 奇怪? 萧忠明眼底含笑, 看向陆宇, 似乎很感兴趣。 郭松芳三人倒是真的奇怪了。 就连当过前任县长的柳东邦, 当过前任统战部长的刘鹏, 眼中都是奇怪地看向陆宇, 等着陆宇解释何为奇怪。 陆宇肯定地点点头说道, 丰都县的官场, 真的很奇怪。 就像阳光与乌云互相遮挡, 正义与邪恶随处较量一样。 仔细说说。 萧忠明似乎来了兴趣。 丰都县的官场, 应该说始终是书记一脉 掌控官场的权力, 形成了一种政客环境。 县长一脉的人 始终是踏踏实实干工作, 不断带领丰都县前进。 陆宇沉思说道, 柳东邦眼睛瞪圆, 自己就做过县长, 当时没有思考。 现在回想, 果真是这个情况, 忍不住对陆宇点头, 表示赞同。 萧忠明没有说话, 等着陆宇继续说下去。 事实上, 这种情况, 倒也不能说是奇怪。 陆宇继续说道, 你这又是什么逻辑? 刘鹏看向陆宇问道, 按照官场的原则, 做事的人, 各有个性和风格, 追求也不尽一致, 不可能一团和气, 有竞争是正常的。 问题的关键是, 丰都县的官场, 县长这方面, 做事的力量很弱, 却偏偏能够做好, 还能在夹缝中发展建设好。 这是奇怪之一。 作为县长这一方的人, 刘市长他们, 都对自己严格要求, 但是对于风都县腐败工作的监督和治理, 却又做得不到位。 这是奇怪之二。 我个人认为, 风都县现在的人文环境, 上级领导很清楚, 却又一直没有治理, 而是任其存在。 这是奇怪之三。 接下来, 陆宇一口气将自己觉得奇怪的几个方面都讲了出来。 郭松芳、刘鹏、柳东邦三个人都以眉头紧簇, 陷入沉思。 萧忠明的脸上笑容更浓, 显然对陆宇的说法很是赞同, 他看向柳东邦, 你当过风都县县长, 你看陆宇说得如何。 柳东邦连忙坐直身体, 看向萧忠明说道, 萧书记, 要是刚刚陆宇不这样说, 我还真没思考过这个情况, 仔细一思考, 确实如此, 确实奇怪。 萧忠明又看向刘鹏, 示意刘鹏谈谈看法。 刘鹏也是点头, 风都县过去这几年, 王安光基本就是一个政客, 权力欲极强。 刘云峰市长和柳东邦书记 担任县长的时候, 除在关键工作和人员任用与之力争外, 其他方面, 根本是王安光一手掌控的。 柳东邦跟着点头, 的确这样。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变化呢? 萧忠明引导问道, 变化。 刘鹏重复一声, 下意识地看向陆宇, 片刻, 点头说道, 陆宇担任常委以后, 就开始改变了。 风都县的官场, 就像破窗效应, 很多问题接二连三暴露出来。 柳东邦跟着点头, 是的, 陆县长的行动, 让风都县的很多弊端, 开始暴露出来。 萧忠明看向郭松芳, 郭市长有何感受? 将陆宇引荐给自己, 只是一方面, 肯定有更重要的其他安排。 是什么呢? 想到自己被萧忠明安排到密云市, 目前还在举步维艰, 这个时候, 把陆宇叫来见自己, 难道是给自己一个破局机会?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柳东邦, 想到他半年前, 下去担任县长, 转眼间, 已经调任他现任县委书记, 进步如此之快, 其中就有陆宇的很大功劳。 郭松芳作证, 看向萧忠明, 萧书记, 既然风都县的问题, 存在这么长时间, 尘科已久, 重病已深, 用药过猛, 未必是好事, 不如循序渐进, 温水煮蛙, 更稳妥, 不会伤及民本。 萧忠明没有说话, 看向陆宇等三个人。 刘鹏和柳东邦都已不是丰都县的人, 自然不再说话, 几个人齐齐看向陆宇。 陆宇似乎明白了, 看来叫自己来, 就是围绕杨永江的问题, 关于那些证据的问题。 陆宇看向萧忠明, 我觉得郭市长的建议不错, 只是循序渐进, 会不会太慢了。 萧忠明脸上, 笑容更加浓烈, 郭松方反而看不明白。 陆宇当面反驳自己的说法, 这可是接他回答萧忠明的话, 有些没礼貌。 刘鹏对陆宇苦笑两下, 忍不住摇头, 太直爽了。 陆宇却看不明白两个人的神情, 他说的就是大实话。 萧忠明看向郭松芳, 陆宇这小子怎么样? 是不是挺实诚? 第一次见到你, 竟敢反驳你的意见了。 陆宇愣住,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拉仇恨? 郭松芳连忙收回心思,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心理波动, 相反还笑着说道, 这样诚实的干部很好, 工作本来就需要不同的声音。 萧忠明对郭松芳的这个说法很满意, 点点头看向陆宇, 陆宇呀! 你的说法, 郭市长的想法, 我觉得都对。 他又看向刘鹏和柳东邦, 你们在丰都县官场都工作过, 应该清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将这个冰化解开,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所以, 刚刚郭市长说的循序渐进, 我赞同。 两人连忙点头, 表示赞同。 郭松放松了一口气, 虽然是萧忠明提拔的人, 但他知道, 自己很多工作, 萧忠明也在考验他。 萧忠明又看向陆宇, 你反对循序渐进, 我也同意。 陆宇嘴张了张, 不明白萧忠明的意思。 都对。 萧忠明表情微微严肃地说道, 丰都县的反腐工作, 就像一盘棋, 我们应该在战略上确定循序渐进, 由郭市长从密云市全局的角度来调度, 而在战术上, 可以由陆宇同志灵活出击, 快刀快进。 当然, 这个出击, 应该服从整体战略的循序渐进。 郭松放和陆宇等人都沉默。 合作。 配合。 片刻, 郭松放率先点头, 萧书记的思路和方向很实际, 就是不知道陆宇同志能否接受。 陆宇猝眉, 依旧没有说话, 似乎在沉思。 郭松放没有追破, 而是等待陆宇自己思考。 萧忠明也沉默着。 过了足有三分钟, 陆宇的表情恢复自然, 看向萧忠明, 谢谢萧书记的指导, 我明白了。 萧忠明微笑汗手, 还是问道, 你明白什么了? 陆宇苦笑着摇摇头, 我还是站位不够高, 只从解决封都县的问题着眼了, 现在我知道了, 不仅是封都县的问题, 就是密云市, 也是一盘其中的一部分。 他看向郭松放, 坦率说道, 郭市长刚到密云市任市长, 估计密云市市委常委班子也很微妙, 否则王安光那样的人, 不可能安安稳稳地高声。 郭松放忽地脸一红, 没想到陆宇这么直接说出他的处境。 尴尬了。 萧忠明对着陆宇点指两下, 笑道, 你小子, 说你实称, 你还实称上脸了, 这样对郭市长说话。 好在郭市长是大度的人, 否则不给你小鞋穿了吗? 柳东邦和刘鹏也是微笑点头, 表示赞同。 陆宇却反而憨厚地挠了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想郭市长不会生气。 萧忠明微笑摇头, 看向郭松放, 你看明白这小子什么主意了没。 郭松放连忙收回心思, 仔细一想, 接着也笑了, 陆县长有胆气, 考量我郭松放的人品, 没决定是不是与我合作呢? 萧忠明点头, 陆宇不好意思地站起身, 对着郭松放一个躬身, 对不起, 郭市长。 我目标是清理掉丰都县的蛀虫, 而最大的蛀虫就是王安光, 我必须知道您的意向, 故而才会斗胆试探, 望您见谅。 出生牛犊不怕虎, 郭松放内心开始欣赏陆宇了。 这是一个真实, 有智慧, 不盲从的干部, 这样的干部用好了, 就是一把锋利的剑。 陆县长不必多虑, 我郭松放也是要带领秘云市长足发展, 丰都县的发展, 也是秘云市的发展, 我自然盼着呢。 郭松放轻轻摆手, 表现出的真实, 让陆宇震惊。 肖忠明看向刘鹏, 既然他们都想通了, 弹开了, 你可以说了。 郭松放和柳东邦疑惑看向刘鹏, 想要知道说什么。 刘鹏却看向陆宇, 陆县长, 你的材料给我以后, 我犹豫许久, 最后报告给了肖书记, 所以他才安排大家今天来这里, 至于杨永江的材料, 还是你来说吧。 郭松放和柳东邦都看向陆宇, 什么材料? 陆宇很震惊, 没想到刘鹏能够与肖忠明直接对话, 这关系真不简单。 突然想到, 刘鹏的妻子叫肖忠岳, 莫非? 陆宇, 你正好向郭市长汇报一下情况。 柳东邦提醒道, 陆宇收回心思, 看向郭松放, 郭市长, 偷到烧回我办公室的贼 被抓到以后, 我从他的手机里面 发现很多重要照片。 陆宇将情况介绍一遍。 一旁, 刘鹏已经将电脑打开, 点开了里面的图片, 将陆宇说的照片证据 展示给众人。 郭松放亲眼看到照片, 脸色已经变得冰冷愤怒。 现在的郭松放, 内心波澜起伏。 要不是刘鹏将这件事 报告肖忠明, 以陆宇的性格, 敢捅天的主, 直接把事闹打。 杨勇将马上下台, 是应有的处罚。 但是作为密云市委常委, 市长, 下面的县长 发生这样重大且恶劣的问题, 他难辞其咎。 就算自己刚刚到任, 杨勇将刚刚提拔, 盯来信的责任更大, 闹出来终归不是光彩的事。 肖忠明对郭松放摆摆手, 这件事先不用放在心上。 郭松放愣住, 不放在心上呢? 这是大事。 肖忠明看向陆宇, 丰都县的反腐工作, 你想办法慢慢揭盖子。 记住, 循序渐进的战略原则。 以后, 不懂的地方, 就及时向郭市长请示, 一定不能急躁, 懂吗? 郭松放文言, 内心对肖忠明充满感激, 这是在帮自己平稳地打开密云室的工作环境。 通过陆宇在的丰都县, 撬动整个密云室这盘棋, 肖书记放心, 我与陆县长一定上下协同。 陆宇同样明白肖忠明的意思, 当即点头, 肖书记请放心, 我现在知道怎么面对丰都县的腐败问题了。 这件事, 也不是说必须循序渐进, 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 轻重缓急, 灵活处理。 我相信陆宇是个聪明人, 能掌控好。 肖忠明又看向郭松放, 陆宇这边的情况, 你就不要让外人知道, 关键时刻点拨掌控, 重要的是用好他做的事情。 郭松放和陆宇同时点头。 肖忠明向郭松放说道, 甚至可以找个机会, 对陆宇进行一次点名批评, 移兵之计, 让别人看不懂你们之间的实情。 郭松放顿时震惊地瞪圆眼睛, 这招移兵之计, 顺势而为, 十分自然, 绝对没人能够看穿。 陆宇也很欣喜, 的确高明。 肖书记放心, 两个人同时答道。 肖忠明见两个人都想通, 心中很高兴, 今天中午, 就在我这吃个家常便饭, 都不要走了。 刘鹏和柳东邦相对自然。 郭松放有些受宠若惊, 要知道, 省里的大小市长多的是, 就算他是市长,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陆宇更加确定, 刘鹏与肖忠明是亲戚, 柳东邦是前任秘书, 留在家里吃饭, 自然好理解。 滴滴。 就在这时, 陆宇的手机闹铃响起, 他这才想起自己要参加线上视频会议。 接吧。 肖忠明说道。 肖书记, 不是电话, 是闹铃。 陆宇连忙解释, 你还有其他事情? 肖忠明疑问。 丰都县招商局临时有个招商活动。 陆宇将情况介绍一遍。 肖忠明和郭松芳都是一愣, 陆宇现在分管招商局, 竟然没有接到招商局赵雪佩的汇报, 里面有问题。 不过, 对于这次的招商活动, 两个人也很感兴趣, 毕竟是丰都县的游子回乡投资, 这要是做好了, 全省都可以效仿一下。 肖忠明看向陆宇问道。 能不能投放到电视上? 我们一起看看。 我试一下。 陆宇说完, 将电脑和手机蓝牙连接, 成功投屏到屏幕上。 距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 丰都县的常委已经陆续进入会议室, 场面看起来很隆重。 此刻, 江南水运酒店, 大厅。 霓虹超, 杨永江已经与傅飞鸣见面, 双方交流非常顺畅。 赵雪佩领着傅家三位老人, 及孩子走进来。 孩子看到傅飞鸣, 立即大声喊着爸爸, 飞奔过来, 傅飞鸣笑着一把抱起来, 用力地亲了两口, 显得非常高兴。 只是, 父母表情很是难看, 笑容也很牵强。 蔡静运父母却不同, 他母亲打扮得珠光宝气, 唯恐失了身份。 他已经听说了, 傅飞鸣现在很有钱, 是大公司的董事长。 还要回线里投资, 一千万, 多有面子, 他一脸肯定地看向傅飞鸣, 小傅不错, 这五年, 真的打拼出来了, 我们家静运没有白等你。 蔡静运父亲也跟着教育道, 为了你, 静运这几年受苦了, 一个人带孩子, 还要辛辛苦苦上班, 你以后可要好好地带他, 千万不能对不起他。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两个人已经开始患得患失, 担心傅飞鸣也变坏, 喜心厌旧。 傅飞鸣心如刀割, 就在刚刚, 还没有人联系到蔡静运, 这说明他和唐凤国两个人还在酒店宣吟, 他真想立即带众人去捉奸, 想到自己手中已有录像, 想到自己的全盘计划, 强压愤怒, 打消了念头。 蔡静运母亲见傅飞鸣不说话, 以为她要变心, 冷着脸说道, 当初我们把静运嫁给你, 你就是一个穷小子, 要什么没什么, 要不是我们家帮助, 哪里有你的今天? 你要是敢忘恩负义, 人们会用唾沫淹死你。 傅飞鸣心中冷笑, 帮助, 唯一的帮助, 就是轻视打击吧。 赵母娘突然这种脸色, 言辞犀利无情, 现场的霓虹超等人都觉得有些尴尬,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他们纷纷看向傅飞鸣, 担心他一气之下不投资了。 你想多了。 傅飞鸣连岳母都不喊一声, 将孩子交给母亲, 看向旁边的秘书, 带孩子和我母亲去房间休息。 秘书立即上前, 掏出一个小玩偶 送给舍不得离开爸爸的孩子, 周到地对老人说说, 阿姨, 请跟我来。 傅飞鸣母亲知道, 儿子今天这场面是为了顺利离婚, 他抱起孩子, 不多说一句就离开了。 我们不走, 留下陪你谈判。 蔡靖运母亲当场说道, 她一百个看不上亲家母, 怎么看都不顺眼, 上不得台面。 她也很想知道傅飞鸣到底多有钱, 更想跟着风光一下。 可以。 傅飞鸣说完, 看向赵雪佩, 赵局长, 我们现在开始。 赵雪佩脸色尴尬, 显得有些为难。 傅董, 我们还没有联系上您妻子, 他还没到。 省委党校那边说没有看到他人, 昨晚, 昨晚好像没在宿舍住。 霓虹超和杨永江脸色再次变化, 夜不归宿。 这是违纪。 不仅仅他俩, 观看直播的萧忠明等人脸色都变得不好看。 什么情况? 省委党校培训怎么管理的? 不用等了。 傅飞鸣说完, 看向身边的一个手下, 你联系警方, 请他们帮忙找一下。 下属立即点头, 转身出去。 霓虹超和杨永江感觉很丢人, 将怒火都记恨到王培柱身上, 责怪王培柱没有安排明白。 蔡靖运, 二人虽然不满, 因为傅飞鸣的原因, 不敢得罪, 更不敢出口责备。 至于蔡靖运母亲, 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女儿的龌龊。 傅飞鸣忍着心中剧痛, 引领众人朝会议室走去。 傅飞鸣已经提前报警, 刚刚那个下属出去, 就是迎接和配合警察。 警察已经到了, 在傅飞鸣安排人的带领下, 朝602套房赶去。 蔡靖运赤条条醒来, 一夜纵情, 此时才感觉全身酸痛, 腰像是散架一般, 身体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兴奋一阵阵地涌起。 蔡靖运含情默默, 一脸柔顺艳足的风韵。 旁边, 唐凤国志得意满, 感到蔡靖运微微动弹, 也睁开眼睛。 两个人对视在一起, 瞬间生起无限魅惑风情。 色字当头, 果真是妻不如妾, 妾不如妓,妓不如偷。 唐凤国身为男人的霸道, 瞬间再次鼓起, 抬手将蔡靖运搂在怀里。 我们一晚上没回去, 不会有事吧? 蔡靖运半推半就, 有些担心地说道, 能有什么事? 今天是周末, 不上课, 多数人都会回家, 我们就放心待在这, 好好享受一回。 一刻千金吗? 唐凤国无比淡定, 一双手又开始不老实。 一刻千金? 哈哈, 春宵一刻值千金, 乖。 唐哥, 还是看一下手机吧, 免得有事耽误了。 蔡靖运想到, 昨晚王陪助反复来电话, 心中多少有些不安? 行。 唐凤国也有些疲惫, 心中贪恋, 可惜心有余, 力不足, 毕竟自己是人, 不是机器, 暗自懊恼, 没有随身被些助力。 夜夜声歌, 需要体力, 体力不足, 还有要力, 要力不足, 还有气力。 他随手拿起手机, 点开里面, 除了一些祝贺高声的信息, 没什么特别的内容, 完全和自己的判断一致。 唐凤国从容放下手机, 看你这点小胆, 说了没事的, 王东他们回去没给我打电话, 说明神威党校那边没事, 放心吧我的乖乖。 我手机没电了。 蔡静运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没带充电器。 那正好, 什么屁事都没有, 我们要沉练了。 唐凤国充满男人的霸气, 目光提醒蔡静运, 上下其手。 蔡静运立即会议, 抛个媚眼, 委屈般抬手摸一下嘴唇, 肿了没? 现在倒是没有。 唐凤国笑道, 不要胡来啊。 蔡静运横了一眼说道, 哈哈, 唐凤国大笑, 不准笑人家吗? 蔡静运娇羞称怪, 动作一点都不见迟疑, 两个人开始享受清晨的舒适 惬意与轻松自在。 咔哒, 就在这时, 卧室门被打开, 五六个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 啊, 蔡静运惊呼。 唐凤国也发出痛呼, 他被闻声惊叫的蔡静运给咬疼了。 蔡静运没敢回头, 就像是鸵鸟, 直接将脑袋钻进被窝, 想要顺势藏起来。 唐凤国已经看清进来的人, 是警察, 还有服务员, 以及穿着黑色西服的年轻人。 扫黄。 唐凤国心中大惊, 瞬间充满警惕, 面上故作淡定, 将被子拉过来盖好, 你们想干什么? 蔡静运躲在被窝里, 又羞又怕, 全身瑟瑟发抖, 虽然不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 但听到门口脚步声, 大张旗鼓地闯进了, 已经吓破胆了,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就死定了。 穿西服的男子从容上前一步, 身体对准了唐凤国, 警察办案, 你没资格问。 唐凤国很恼怒, 想要发火, 看到所有人都盯着他, 有些胆怂, 求救式地看向警察。 警察眼底也有惊诧, 吻不上前, 你们两个, 把身份证拿出来, 我们核对一下人无关系。 唐凤国脑袋嗡的一声, 被窝里的蔡静运已经抖弱筛康。 昨晚在777报间聚餐, 假最开房, 是服务员全程办理, 两个人根本没登记信息。 那个服务员紧张地忙活着录音录像, 下楼后也忘记补办手续, 之后就拿钱跑路了。 饭后留宿的情况并不少见, 前台见惯不怪, 淡定入账, 以至于两个人的身份信息, 根本没有登记。 我, 我证件没带。 唐凤国脑袋飞快地转动, 想寻找个解决良策, 他突然很迷茫, 在这个省城峰和市, 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用的关系, 就是有几个认识的人, 关系也不硬, 根本解决不了眼前的麻烦。 至于蔡静运, 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唐凤国身上。 没露面的女同志, 请你将证件给我们看看。 警察说道, 我, 我也没带。 蔡静运投在被窝内说道, 唐凤国看向警察, 满脸陪笑说道, 警察同志, 我们两个都是守法公民, 自由恋爱, 在这开房休息, 绝对没有问题。 旁边的西服男人看向警察, 那位女士名叫蔡静运, 身份正好,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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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已婚, 有孩子, 是个做母亲的女人。 男人说完, 冷脸看向唐凤国。 有备而来。 唐凤国瞬间脸色惨白, 豆粒大的汗珠开始低落。 被窝蜷缩着的蔡静运, 已经全身僵硬到了极点, 一动都不敢动, 大脑一片空白。 查到了, 蔡静运, 国家公职人员, 工作单位封都县福平伴, 丈夫教父飞鸣, 却有孩子, 家庭住址。 警察对着警务设备, 将蔡静运的信息读了出来。 唐凤国和蔡静运冰雕了, 自己已经被人给掌握得清清楚楚, 妄想耍赖是蒙混不过去了。 这位先生, 与有夫之妇一起开房, 引诱对方婚内出轨, 难道这也算谈恋爱? 西服男人, 看向唐凤国问道。 唐凤国仿佛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凉水, 攥着被子, 全身发冷, 极力控制着紧张说道, 我, 我不知道他是有夫之妇, 他说他单身。 为了自保, 唐凤国准备把过错都推到蔡静运身上, 蔡静运瞬间失望, 又什么都不敢说。 西装男士看向警察, 这位先生名叫唐凤国, 身份是丰都县福平伴副主任, 也是有家事的男人。 唐凤国有些傻愣愣的, 满脸愕然的, 看向西装男子, 神情就像见了鬼。 对方怎么会将自己的信息, 知道得这样详细呢? 警察也诧异地看向男人, 目录警惕。 西装男子冷静从容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份文件, 递到蔡静运的床旁边, 蔡静运同志, 我受傅飞鸣傅董的委托, 全权代理你们两个人的离婚事宜。 关于你与唐凤国婚内出轨, 偷情的证据, 我们已经详细掌握, 同时也查清了你们两人的不正当关系。 目前, 我方已经到法院立案, 申请法院判决离婚。 这是离婚协议书, 傅董让我给你一份, 你自己提前看看, 如有意义, 可以不签。 等待法院传照, 蔡静运的身体彻底僵硬。 傅飞鸣发现了。 完了, 唐凤国脑袋也大了好几圈, 来人竟然是律师。 蔡静运老公什么时候掌握了证据, 怎么查到自己的信息。 唐凤国猛了, 警察也一脸谨慎地盯着眼前的律师。 律师看向警察, 深沉一笑, 蔡静运女士的个人信息, 是傅飞鸣董事长提供的。 至于唐凤国的信息, 扶贫办官网都能查到。 警察听到对方的解释, 没在深究其中的原委, 看向床上的唐凤国和蔡静运, 现在起床吧。 公职人员宾馆开房这个事情, 先去公安局录个笔录。 唐凤国面色惨白, 蔡静运脑袋嗡嗡直响, 恼羞成怒。 她怕丑事败露, 可不怕傅飞鸣, 听到丈夫名字莫名来了脾气, 猛然将被子掀开, 也不顾个人形象, 看向西服男人, 傅飞鸣那个王八蛋在哪里。 众人立刻避嫌, 退到客厅。 律师转过后背, 非常平静地说道, 江南水运酒店, 七楼703会议事。 王八蛋, 算计我。 蔡静运立即开始穿衣服。 唐凤国也不再淡定, 硬着头皮穿衣服。 蔡静运穿好衣服, 趁警察不备, 直接冲出去, 怒气冲冲朝会议室跑去。 两个警察追了出去。 招商洽谈会议现场。 傅飞鸣这边, 坐着他, 岳父母, 几位公司高管, 会议助理助力一旁。 对面坐着倪洪超, 杨永江, 黄平霜和赵雪佩, 以及一些直播宣传工作人员。 倪洪超手机突然响起, 他小声接通道, 叔叔, 我在丰河市江南水运酒店, 临时召开一个招商会议。 明飞畜牧集团董事长傅飞鸣, 要回家乡丰都县投资, 我想以他为例, 鼓励丰都县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倪洪超不知道叔叔倪海川有何事情, 所以直接开口, 及时将情况数说出来。 另一边, 倪海川本来有其他安排, 听说这个情况, 倒是觉得倪洪超做得不错, 行。 开完会来我这里, 我有事找你。 好的叔叔, 倪洪超说完, 突然想到会议视频直播, 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 顺势说道, 县里其他常委都在观看视频直播, 你要不要看看。 倪海川一听, 倒是来了兴趣, 也想给自己的侄子指点一下, 痛快说道, 可以。 我马上把登录号和密码发给您。 倪洪超说道, 好的, 倪海川挂断电话。 倪洪超挂断电话, 将自己的登录账号给了倪海川, 倪海川也登录进来。 没人知道, 倪海川也进来观看视频直播了。 更没有人知道, 此刻, 萧忠明家中, 省委书记萧忠明和密云市市长郭松芳等人, 也在观看这个直播。 傅飞明判断, 自己的律师那边马上就会办完事, 索性直接开口说道, 倪书记, 杨县长, 黄部长, 赵局长, 在正式洽谈之前, 作为东道主, 我先播放一下自己公司的宣传片, 请各位了解一下明飞畜牧集团的情况。 倪洪超文听, 立即点头, 知道自己面对着许多不在场的下属, 还有自己叔叔, 一派沉稳气度, 好啊。 傅董盛情投资, 准备充分, 真是让我敬佩。 我正想好好了解一下贵公司。 杨永江同样笑道, 傅董是我们丰都县的创业典型, 赋予不忘家乡热土, 我们热切期待。 傅飞鸣点头, 是以他的工作人员开始。 大屏幕点亮播放, 画面是一片巨大的, 茂盛的, 绿油油的大草原。 蔡静韵母亲立刻想到明飞畜牧集团是养殖牧业, 看到大草原, 绿油油的, 格外鲜亮, 心中高兴, 更是自豪, 忍不住说道, 我的好女婿, 这么大的草原发展畜牧业, 真厉害。 能回丰都县发展, 真的是太顾佳了。 倪洪超和杨永江等人都含笑点头, 他们没有注意到, 桌上, 傅飞鸣双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钢笔, 表情压抑得有些扭曲, 透着无尽愤恨的痛苦。 这哪是什么大草原? 这是对自己的无情嘲讽, 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这是用最狠的方法, 暴虐自己, 狠心决断。 傅飞鸣心中奔腾着无数匹草泥马, 她看向蔡靖运的母亲, 想到他们的无情势力, 再想到蔡靖运从曾经的单纯女孩, 变成一个不知廉耻的下贱女人, 内心疼痛, 充满无尽愤怒和恼火。 爱, 在她心中曾经是责任, 高贵神圣。 但是如今, 爱人狠狠地背叛了她, 在她心中成了肮脏, 成了嘲讽。 画面久久地滚动着, 始终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霓虹超等人努力保持着笑意, 开始觉得莫名其妙。 突然, 画面切换, 赫然是江南水运酒店602套房, 蔡靖运和唐凤果两个人苟且的动态视频, 声情并茂。 画面刚刚开始, 由于昨晚服务员开始录像时很慌张, 画面不是很清晰, 还没有看清两个人的脸。 只是两个人的动作和语言很清晰。 现场突然一片哗然。 不妙啊! 霓虹超和杨永江双双眉头促起, 看向傅飞鸣。 怎么? 靖运的声音。 蔡靖运父亲突然说道。 瞎说什么? 蔡靖运母亲也发觉了。 她反应很快, 蹭一下站起来, 指着工作人员, 高声嚷道。 你们瞎放什么呢? 错了, 错了。 马上关掉。 小傅, 快关了! 工作人员示弱网闻。 傅飞鸣毫不理会, 看向倪洪超和杨永江, 两位领导, 没有播错, 这是我的家丑。 画面中的男女你们都认识, 男的叫唐凤国, 女的就是蔡靖运, 就是他的女儿。 这对男女昨晚在江南水运777报间聚餐, 而后到602套房开房, 现在还在房内。 傅飞鸣说着, 随手一指岳母, 一个称呼都不再有。 哄, 会议室内的人就像被雷击中, 不知做何反应, 全都冰掉。 不仅他们, 就连观看直播的其他常委都听得发猛。 这, 太意外了。 壮士断腕。 够狠。 萧忠明等人目录不解, 相视一下继续旁观。 招商而戏。 蠢货。 丢人现眼。 这个侄子还能更傻吗? 你海川气顶脑门, 直接将面前的茶杯摔了个粉碎。 会议现场。 蔡敬韵母亲恼怒非常, 吼道, 傅飞鸣。 你在冤枉我女儿, 我女儿绝对不会。 光当。 会议室门推开, 蔡敬韵冲进来, 傅飞鸣, 你个王八。 蔡敬韵愤怒地辱骂声喊叫一半, 惊愕地看到了霓虹超等人, 还有自己父母, 瞬间失声。 傅飞鸣从主位上站起, 目光清冷地看着头发散乱, 衣衫凌乱的蔡敬韵, 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 脑海中残存的那点美好, 全都破碎了。 她抬手一纸大屏幕, 画面正是跪在唐凤国两腿中间的蔡敬韵, 你来兴师问罪。 我就是世上最大的笑话。 画面不堪入目。 蔡敬韵不仅身躯一晃。 那不是我女儿, 肯定是你找女人假扮的。 蔡敬韵母亲冲到女儿身边, 大声维护道。 蔡敬韵, 你与唐凤国通女干这件事, 请到警察局配合我们做笔录, 要是再跑, 严肃处理。 两个警察追过来, 开口说道。 蔡敬韵母亲当场杀雕了。 果真是自己女儿, 想要找歪理都没机会。 咔大! 为了避免你自伤或伤及无辜, 请你配合。 手铐声响起, 蔡敬韵被戴上手铐。 傅飞鸣, 你, 你好狠。 蔡敬韵突然没了力气, 几乎绝望地说道。 抓到了吗? 未等傅飞鸣开口, 两个带着唐凤国匆匆赶来的警察, 在后面喊道。 会议室内, 看到唐凤国被带进来, 霓虹超怒己脸红, 太丢脸了。 这就是自己以为的亲信, 自己在封都县用的第一个人, 刚刚在常委会上力挺。 霓虹超几乎是强行将唐凤国送到了民政局局长的位置上, 昨天还亲自打电话鼓励, 告诫他管好自己的裤腰带, 现在, 打脸啊。 杨永江的脸色倒是稳定, 甚至都想拍手鼓掌了。 此刻, 现场紧张混乱, 霓虹超都忘记下令关闭直播了。 这一幕, 被所有参会人员看得清清楚楚。 更是被萧忠明和倪海川看得清清楚楚。 蔡静运的母亲, 本来还想指点女儿死活不认, 最好倒打一耙。 如今肩夫淫妇成双被抓, 板上钉钉, 成为事实, 彻底傻眼了。 傅飞鸣看向蔡静运, 心如刀割般开口。 炎钉